支离反对劳改制度的吴宏达 2016年4月下旬突然在南美去世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美国几位国会议员 也高度评价了79岁的吴宏达的一生 由于有关吴宏达去世的报道 缺乏相关的细节 公众也没有看到有关当局 开出的死亡证明 于是一云四起 吴宏达到底是死于意外事故 还是自杀或者他杀 甚至他是不是因为官司缠身 而一跑了之 今天的媒体观察 我们来看看吴宏达去世 所引起的一些猜测和相关的事宜 也欢迎海涛再次来到缅博士 海涛你好 你好 平章 我们知道关于吴宏达的事情 美国之音刚刚发表了一份 非常长的调查报告 那么美国之音做这份调查报告的 初衷是什么 当初是这样的 因为今年4月26号 吴宏达在宏都拉斯去世之后 就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 还有美国几家大报纸 也都给他发了这个复告 那么这个复告呢 包括劳改基金会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吴宏达是创建劳改基金会的 他是个主要的创建人 和后来当主任 那么这几个单位 还有美国国会 还有美国这个劳联产联 这几个吴宏达经常去活动的 这几个单位呢 大家都发了一些相关的声明 但是没有一个声明或者复告 谈到了吴宏达的死因 大家只是说他去那旅游 然后就淹死在那里了 那么有关的就是 吴宏达去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证明 比方说当地民政部门的证明 当地美国大使馆的证明 还有这个就是当地法医的证明等等 这些都没有 那么由于吴宏达呢 是一个在海外民运人士当中 他的名气相当大的一个人 另外他在中国政府当中 也是一个挂了号的人 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来美国这二三十年来呢 他就一直致力于 反对中国的劳改制度 为此他建立了一个劳改博物馆 还有劳改基金会 他说动了很多美国的议员 所以他呢从各方面来 他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 标志性的一个人物 那么他去世以后 就不能突然的这个人就没有了 那么他到底为什么死呢 因为好多人就猜测说 因为中国共产党非常恨他 所以派人派特就把他这个就暗杀了 还有呢说是他自己 因为有些其他的官司产生 他就他就跑掉了 他做了一个假死的状态 他就跑掉 还有一个就是说是 他不是这个就是说 他出事故他淹死了 而是他怎么采取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行动 然后给大家 因为大家谁也没有看到这个 吴宏达去世之后的照片也没有看到 就医院的证明也没有看到 就是相关的证明照片大家都没有看到 只是劳改基金会发了一个声明说 吴宏达先生去哪天哪年哪月哪号 去洪多拉斯旅游 然后就淹死在那里了 整个的情况就是就这么一情况 因为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决定就做一个调查 就开始采访劳改基金会的一些人 从这里头就开始了对 吴宏达去世案的一个调查 那么在调查的过程当中 具体来说你们都采访了哪些人 因为这个调查呢 我们采访了就是 主要是采访了就是 劳改基金会的几位负责人 比方说劳改基金会的这个 后来的戴主任戴安娜女士 还有吴宏达的前妻陈锦丽女士 另外还有这个就是说 我们还采访到了就是 陪着吴宏达去洪多拉斯旅游的 他四个上海来的亲戚中的两位 我们还给他们在上海打了电话 也联系到了 另外我们还采访了 美国国务院的领事司的一位官员 因为我们和美国 驻洪多拉斯大使馆联系呢 大使馆没有给我们提供 这个确切的这个消息 他只是让我们说 你们既然是华盛顿DC 你们的媒体 那你们回去和国务院 直接联系好了 所以我们回来又直接 和美国国务院联系 美国国务院呢 领事司出了一个官员 给我发了个邮件 证实吴宏达先生 是哪年哪月 在宏多拉斯什么什么岛上 然后由于什么原因去世的 然后就是他给我们回来这个 然后我们还采访了就是 比方说一些相关的一些人士 和吴宏达的案子卷在一起的 比方说王金女士 就是还有在华盛顿的一些 活跃在政界方面的一些人士 他们都和吴宏达比较熟了 还有 刚才说吴宏达的案子 具体是什么案子 吴宏达现在是 主要的卷入了一个 就是所谓的性骚扰的一个案子 有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女士 就是王金女士 就是告他有性骚扰的 这个案子一直在进行 那么很多中国艺人士怀疑 就是吴宏达因为卷入这个案子 他马上要输掉了 所以他跑掉了 经过我这个调查 就发现就是实际情况 不是这么一回事 而是吴宏达的确是因为 在宏达拉斯他游泳 他出了事 所以除了这个之外 通过你们的各方的调查和取证 还得出了哪些结论 关于吴宏达的事情 关于吴宏达的去世的原因 主要是有两方面的猜测 就两方面的判断 一方面是劳改基金会 他们判断说 吴宏达肯定是出了事 不是他自己淹死了 是有人给他做了手脚 因为从他去世的有几个照片上来看 就是他尸体上是有斑痕 有伤痕 好像是有人 不是像一个淹死的这么一张照片 那么吴宏达的前妻叫陈锦丽 他们就坚决认为 当时是突然出现事故 他去世逆水而亡 那么这两派基本上就是说 就是劳改基金会的这一派 他们认为上海来的这几个亲戚 是比较有可疑的 因为吴宏达自己下海去游泳 他一个人跟着四个亲戚都不在现场 结果最后吴宏达是被其他当地的 洪污拉斯的访客 游客 他们把他从水里捞起来 把他捞到岸上 这时候他们跟着那四个亲戚 才发现他们把吴宏达叫舅舅 他们的舅舅出事了 进去一看的确是人群中躺的 就是吴宏达有人在那儿 给他做人工呼吸 说一些急救 就是这两派了 基本上就是说 一方面就是怀疑 就是有人给他做了手脚 而陈锦丽就是说 我们也有照片为证 我们也有当地的法医为证 而且我们经过了 我们自己的判断和调查 所以因为吴宏达出事以后 是陈锦丽和他的儿子 叫哈里森 他们两个人去洪污拉斯 处理那个后事的 所以陈锦丽就坚持认为 吴宏达就是自然的死亡 他因为事过 他淹死了 没有什么其他人的手脚 也不是他逃了 也不是他这个 什么就是中共派人 把他这个暗杀了 就都没有这样回事 但是我们这个报道 当然也不是最后的结论了 就是基本上就可以 就是从这个陈锦丽 和这个劳改基金会方面 这两个判断 大家可以根据双方的说法 可以选择一个 比较倾向于哪一类 刚才也提到了 这个吴宏达的案子之所以 这么重要 也是因为他在中国的人权事务上 有这个举足群众的位置 那么给我们分析 就是具体地介绍一下 他的生平 另外各方对吴宏达这个人的评价 是怎样的 吴宏达先生他去世的时候 是79岁 他是1980年代 他来美国在美国斯坦福大学 胡佛研究所当访问学者 他是在中国做了大概19年的劳改 因为他在50年代 他是上大二的时候 他被打成右派 然后就派到就把他就发到这个山西 或者是河北一些劳改煤矿 去劳改他 然后就是改革开放之后 他就很快就到美国 80年代 就是70年代末 或者80年代初 他就来到美国留学 拿着45美元 就来到美国留学 留学在这之后 他在那个胡佛研究所 当那个防御学者 没有多久 然后他的90年代初 他就搬到这个维基尼亚来住 在这段时期 他就全部致力于 就是做这个反对劳改制度的 这个事业 在他的这个组织下 在美国 在华盛顿成立了一个劳改博物馆 成立了一个劳改基金会 并把这个劳改这个词 写进了牛津大词典之内 原来 这个牛津大词典是没有这个劳改这个词 在由于吴宏达的努力和推动 劳改 就是牛津大词典收入了劳改 这么一个就是中文词 那就是等等 然后他在这20多年的运作当中 因为他就住在这个国会附近 然后他和一些美国的一些议员 比方说南希佩洛西 就是南希佩洛西 还有弗兰克 沃尔夫 还有罗斯雷提南 就是等等 就是克里斯斯密斯 就这样一批议员呢 他们就接成了很多 除了工作关系以外的 很多私人的非常好的朋友 结果这几些议员呢 就非常就是支持吴宏达 吴宏达到晚年的时候呢 他得到一笔经费 这一笔经费是从雅虎基金会拿到的 这笔经费大概有1000万到2000万美元当中 由于这笔基金 就是基金呢 在使用问题上出现了一些矛盾和分歧 后来这个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那么纽约时报还做了 专门做了一篇调查性报道 就登在今年的5月份的纽约时报上 就是批评吴宏达 吴宏达这个基本上他有两个方面 就是他在政治方面 他确定创立了努力 就是创立了这个反对劳改制度 这个这一系列的一些 然后从这个财经方面呢 他因为卷入了就是 雅虎这个2000万这个钱的 他的处理情况 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分歧 那么在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 就是说姓桑尔方面呢 这位这个王庭女士也告他 所以他基本上卷入了 这三个方面的这个分歧 但是一般来讲 就是美国国会议员对他肯定 只是肯定他在第一方面 也就是政治方面的这个 对美国这个维护人权的这个贡献 那么在另外两个方面呢 主要是这个 在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 对他提出的指控比较大 比较重 特别是第三个 就是和他卷入这个 姓桑尔官司的这个王金女士呢 基本上也是中国一位 异议人士的这个夫人 她来美国之后呢 基本上是靠吴宏达来帮助她 在帮助当中 他们两个人产生了一些矛盾 然后就化成了一个 从一个民事案子 就变成一个刑事案子 双方还在 在乌宏达这里就是去世的时候呢 这两个案子 这个案子也还在进行短终 那雅虎基金会的这个案子 现在有没有什么定论呢 雅虎基金案子 这很有意思 就是说 纽约时报这篇报道出来之后呢 就是经过纽约时报证实 这个一千多万 大概经过花了 就大概剩下 没有剩下一两百万 或者几十万美金了 雅虎基金会就质疑 这些钱都跑到哪里去了 但是据我们的调查呢 我们和这个劳改基金会的 这些戴安娜 或者是爱努南他们接触呢 他们就认为 就是吴宏达也是清白的 他没有这个贪污挪用 这个雅虎基金的这些钱 那么这些钱呢 到底去哪去呢 那么至于劳改基金会方面 他们的说法是 美国是有严格的这个财快制度 有IRS 就是这个国税局 你们可以去那查去 所有的账都是公开的透明的 所以我们是没有这个贪污这个钱的 另外有的钱 我们支援了中国的那些受害者 这个人权受迫害者 我们建了劳改博物馆 我们就是划在这些方面 他们认为就是吴宏达 在这个金钱方面是清白的 但是纽约时报 还有很多这个艺人士 从吴宏达那没有拿到钱的艺人士 他们对吴宏达进行了相当激烈的 这个抨击和批评 认为吴宏达的确是在这个运用的 一千多万到两千万块钱 这个美元当中 他们是出现了 的确是出现了自己的问题 那么这份调查报告 现在已经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网站上了是吗 是 是我们昨天上网的 结果是有很多人把我们这个报道就转载 那么也有人上来批评 说是我们为一个所谓的什么强奸犯 来什么树碑立传 那么也有人支持 说是这样的调查是好 不管你就是说 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结论 这些嘛你做到了调查 你把这个很多的细节给大家提供出来 比方说我们提到了 他是哪年哪月哪日出事的 然后出事以后先放到哪里 后来又把他送到 他遗体送到的那个 哪个岛上的哪一个殡仪馆 我们都把所有的名字都查出来 就是当时又是做出什么样的结论 做出什么样的报告 有西班牙文的当地的民政官员的证实 有英文的美国驻洪沃拉斯大使馆的证实 证明材料 就是这些东西我们都把它 就是把所有的细节 能想到的细节 都给我们的读者和观众 给他呈现出来 让读者和观众来判断 到底无功的 答是如何去世 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读者 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 来查阅这些第一手的资料 好的 谢谢海克涛 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